988新闻线 新闻主线 首相纳吉要投资者和民众别被骗 大马经济发展好 反贪会推出三追运动正式向贪污宣战 立志要当个全民机构 因贪蓝赔上家产 投报显示三大种族都爱大耳聋 房屋滞销归注于贷款难 购物者协会就说年轻人买不起是因为太贵了 昨天全国购物者协会总秘书郑金龙就建议 滨州政府向发展商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去买下滞销的房屋 以先租后售的方式出租给没有能力购买房屋的人 针对这件事情 滨城房屋事务委员会主席加热新 他就透露说 州政府的确有这样的意思的 但是暂时不方便宣布有关的详情 那郑金龙他是在滨州研究院所主办的 马来西亚房产问题挑战和前景论坛上 针对房屋滞销问题提出了这个建议 他就认为说 州政府除了可以以比较便宜的价格 买那个滞销房屋来先租后售之外 也可以成为一个担保者 协助购物能力不足的人 让他们有可以顺利的向银行借贷 那在这个论坛上面呢 滨州首长林冠英也为这个论坛主持开幕嘛 他就建议国家银行说 提供津贴协助可负担房屋的首购组 那他就说因为这个国家银行贷款呢 太过严苛了 所以呢 滨州有不少廉价或者是中廉价的一些房屋 或者是可负担房屋都滞销了 不过呢 跟其他州相比起来的话呢 一些州属的销量呢 甚至是零 所以呢 滨州的情况还算好的 林冠英他也说 滨州有高达70%的房屋购买者 被银行拒绝贷款 所以导致他们的购物计划呢 就暂时被搁置 另外早前大马房地产发展商会 Radar呢 的一个2016年下半年产业调查报告 跟2017年市场前景的调查报告就显示 由高达72%的房产单位 处于滞销的一个状态 报告说卖不出 滞销高达72%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买到房子呢 是冠神其实你买的房子吗 计划当中 对啊 大家都是计划当中嘛 以你的一个经验 因为北马人嘛 在北马买房子 是不是真的那么难呢 如果在北马的情况呢 因为我目前的目标 是比较属于中马 那我看北马的情况 是我的朋友 他们好不容易 也是因为办理的关系 所以才能够买一下那个房子 尤其在冰岛 那我本身是威省人 威省方面的屋价 那这几年来 其实是起得非常高的 对 那我呢 南马方面呢 情况也是类似的 那而且南马是看地点啦 就是有一些地点的房价呢 可以非常高 那有一些地点呢 可能还算OK 大家还买得起 但是呢 其实以刚刚这个宾州首长 还有这个房屋发展商协会 那边的一些调查报告 发现到说 有很多的房子滞销耶 那这些房子卖不出 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买不起房子呢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新闻连线就联络到了 大马购物者协会中文组主任 陈忠霖 来告诉我们这些情况 究竟是为什么 新闻连线 年轻人常常说买不起屋子 但是国内的房屋呢 却有很多没能够卖出去 那请问这个现象算是矛盾的吗 当中的原因又是什么 那我们觉得应该是不算是矛盾吧 发展商建设房价 都是在人民整治是不能负担的范围里面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马来西亚 一般上是会兴权人大学出来 或者是出来是会两三年了 一般上都要两三年三四年了 他们才可以买房子嘛 那一般上到马来西亚的薪水 在哪一个价位里面 就是一般上就是在五千啊 或者是七千啊 应该都算是不错了 虽然这个薪水价位呢 在基隆坡或雪隆一带啊 也不算是很高的 那问题是说 我们自从GSD事情后呢 我们的生活负担已经增加了 所以变成他们要来买一房子呢 真的他们会考虑到 他们是不是真的会有能力 去供这些房子嘛 所以最主要的 我们还是希望是说 发展上要把他们的房屋卖出去呢 最主要的是说 市场所需求的房价 他们建多一点 然后就他们所建的房子呢 就不会是说代销啦 购物者也不会说 要买房子买不到啊 那一般上他们都是 现在在怪罪说 这个银行啊 不批准他们的房贷嘛 那中央银行 他们在控制着房贷呢 因为他们都希望 每个买房子的人 不要变成房楼 他们是希望 每个人都有能力 去负担 不是说你买了三几年后啊 你供不起的时候 被银行拍卖了的时候 有可能你还会被起诉 多产的都有 那像你说 国内发展上多数建的 是高价的房屋 导致不少人买不起 但是根据报导 我们看到 槟城州的首长林冠英 他有说 槟州有不少的廉价 中廉价和可负担房屋 是出现滞销的情况 而他把这件事情的原因 怪罪在国家银行 贷款是过于苛刻 那请问这种现象 算是普遍的吗 因为一般上 我们在雪龙一带 就不会觉得是说 这个廉价物啊 或者中价物 或者可负担房屋 卖不出 应该是说 一推荐呢 就马上就讲到完的嘛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们所谓的 可负担房屋的价位 是在那里的 一般上我们政府的 这个联邦政府的规定 就是说 可负担房屋 都是在30万里面嘛 有一些发展商呢 把40万50万的 都当作是可负担的房价 来卖嘛 然后关于说 廉价和中价呢 在槟城那边 我们是不大清楚了 陈忠霖呢 他其实有补充说 在雪龙区的情况 真的房产的情况 没有太差 不会有太多单位滞销 因为这里的人 多数都是城市的工作人 然后他们都会选择 在城市买房产 其实呢 那个大马房地产 发展商协会的 这个报告也说呢 有42%的滞销房地产的地点 是分布在 如佛古来 吉打居林 马六甲中部 马六甲 亚罗亚野 彭亨关丹 霹雳金堡 雪州 丹荣加农等等地区 那有30%滞销的房产呢 就是柔佛新山 西江墨 森美兰州 芙荣 那霹雳州的 宜堡 雪州的四毛月 阿拉 白沙罗 还有乌鲁冷月 等等地区 那雪龙一带 看似呢 不太多 其实近年来 不但是国内 有购物的热潮 其实还有很多 新加坡的投资者 涌入 在新山临近地区的 一些房屋市场呢 几乎是热销的 那物价也一直上涨 可是呢 近年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有放缓的情况嘛 那房屋市场 好像也有一点点烧退了 那么柔佛 尤其是新山 是不是也有很多房子 都卖不出呢 所以我们就马上联系到 这个柔佛发展商工会主席 张瑞安那里 新闻连线 柔佛尤其是新山 什么类型的房屋 是最畅销的 柔佛的房地产 比较畅销的是 有地的房产 特别是在60万以下的 在一些比较 不离开世界太远的地方 还有一定的市场 柔佛州的廉价屋 中廉价 还有可负担房屋 有没有滞销的问题呢 原则上是应该是 不够卖的 不可能是有时候 政府行政的偏差 打个比例 你是住在A区的 我把你 西区的房产 分配给你 你当然不会要 我们实在有 呼吁政府说 如果这个分配的工作 能够交给 给我们发展上来处理 我们依照政府的规矩 依照政府的条例 把有符合条件的买主 推荐给政府 由政府批准 我觉得这样会 把这个所谓 bismatch 或者是错误的分配 减少很多 那当然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为了可负担房屋 会是廉价房屋 当然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大家都希望 可以买到这类型的房屋 那会不会真的是因为 大马房地产发展商协会 早前说的 融资问题是导致 产业单位滞销的 最主要原因的 所谓的融资问题 就是可能贷款相当的难 银行方面的 拒绝贷款率是非常高的 那这个它的调查报告也说 85%接受访问的人 都面对着这个融资的问题 被拒绝贷款的多数 是售价70万令吉以下的房产 接下来呢 就是市场需求偏低 性质缺缺 以及土著固打的问题 那早前新闻 其实也有提到说 国航 它那一方面就否认 它拒绝发出贷款 可是大家好像都一直 把那个罪行 怪在国航的身上 国航是这样说的 房贷的批准率 其实是有高达73% 不过国航 它是否认这个说法说 国航总裁 那个伊布拉辛他表示 根据来自银行方面的数字呢 银行并没有拒绝购乌贷款申请 有关申请的批准率 是高达73% 拒绝率只有27% 这么低的拒绝率 那被拒绝的都是因为 申请人的条件不符合资格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 其实生活费高涨的 依然是城市家庭 最大的一个压力啦 包括这个个人贷款率啊 还有这个信用卡透支率呢 都在2016年分别增加了 4.8%和3.4% 收入的增长率呢 却放缓了 你想想看 我们的这个透支率增加了 可是呢 我们的收入却增加了 那么一点点而已 而且失业率也稍微的提高了 可是国航也认为 这并不影响 大马家庭的还债能力的 主要是因为呢 有很多出入社会的年轻人 还没有背负太多的债务 那财源啊 失业也不是全面性的问题 而是集中在部分行业而已 每日一字 每日一字今天的三个选项 当然有房这个字啊 说的就是房屋滞销率高企 那年轻人买不起 是不是因为屋价太高呢 第二个字呢 就是民字 反弹会立志当全民机构 鼓励人民勇敢的举报 C 骗这个字呢 是首相纳吉 希望人民不要被蒙骗了 因为呢 大马的经济发展是好的 那这三个字呢 你特别关注哪一则消息呢 欢迎上到我们的 WeChat FM 988 Underscore NY来投选 WeChat FM